当地时间23日 美国国会众议院能源和商务委员会 针对短视频社交平台TikTok 举行了一场听证会 TikTok的首席执行关州受资出席 但在这场五个多小时的听证会上 美国的议员们不但激政治偏见 不断对TikTok这家私企进行抹黑 还不给人开口说话的机会 那么看到这场听证会的国外网友 都会说些什么呢 以下内容军摘自油管 仅供参考 第一位网友说 如果那些立法者已经下定决心 参加听证会只是在禁令之前 遵循程序的一种形式 第二位网友说 大声笑 他们对事实调查或听取CEO的 任何回答不感兴趣 他们只是想禁止该应用程序 并正在寻找任何借口这样做 第三位网友说 诬告比解释容易多了 这种旁问是让达者精神疲惫 说错话的一种手段 第四位网友说 虚伪令人震惊 他们根本没有听受先生说的一个字 第五位网友说 TikTokCEO是本视频的赢家和明星 是那样的从容和威严 为这些美国立法者的 所有这些傲慢和压迫性的咆哮 感到羞耻 第六位网友说 如果你指控TikTok从事间谍活动 为什么美国法律不先连FB定罪 TikTok是一个社交和媒体平台 每个人都可以在世界舞台上 分享自己的才华 这些数据是全球开放的 每个人都愿意像表演者一样 发挥自己的才能 他被指控的秘密是什么 我对美国法官不道德的质疑 他或让他为自己辩护的愚蠢 主张感到困惑 第七位网友说 他们在旁问他 不允许他说完他的句子 而且显然是在指责他 就好像已经有判决或证据 表明他的应用程序 在从事间谍活动一样 你们所有像Facebook这样的 美国应用程序 正在收集用户的信息 但对他们来说这是合法的 第八位网友说 面对现实吧 如果他们是一家美国公司 他们不会有问题的 第九位网友说 好吧 他们应该像收集数据一样 对Meta应用程序做同样的事情 但因为Meta是一个美国应用程序 第十位网友说 为什么一些美国公司 不能创建另一个类似于TikTok 但更好的应用程序 以这种方式欺负TikTok 只是意味着美国承认 没有美国公司 能够创建另一个类似的应用程序 第十一位网友说 TikTok对美国和世界各地的 许多用户来说是鼓舞人心的 有教育意义的 快乐的和治愈的 第十二位网友说 TikTokCEO在接受质询时表现得很好 国会议员的提问大多反映了他们的成见 偏见和浅薄的知识认识 第十三位网友说 这次听证会向世界展示了 美国政府的缺乏信心和无耻 第十四位网友说 看着国会试图禁止TikTok 而对技术一无所知 对我来说太好笑了 就像他们中的一个人 甚至问首席执行官 TikTok是否访问家庭WiFi网络之类的 第十五位网友说 浪费纳税人的钱 如果他们用同样的决心 早就解决美国的枪支管制 医疗改革 城乡贫困 安全等问题 以上就是国外网友 对这次听证会的一些评论 大家对此怎么看呢